哟,我来了,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 今天我又带着一个非常强的交易系统回来了 这是币圈的半神,之前透露过的一套交易方法 胜率其高 这个男人用1万块本金起步 高峰的时候,仅10盘就有400多倍利润 退圈前的资产已经接近5000万 之后转战股市为国护盘,绝对是我辈的楷模 这系统使用到两个免费的TradingView指标与往常一样 指标的链接会在下方的说明中列出 第一个用到的指标是MACD柱状图 MACD很多人都熟悉 绿色表示看涨势头 低于零线时,柱状图为红色,表示看跌势头 MACD不仅可以显示当前多空哪方控制了市场 多空力量的对比也能很直观地展现出来 当上升趋势或者下降趋势获得动力时 MACD柱状图的波峰会变得很高或者很深 当动量减弱的时候 MACD柱状图的波峰就会缩短 在本系统中 MACD起到了确认价格走势是否延续的作用 我们将通过观察 MACD柱状图的连续增加或连续减少 来寻找我们的交易信号 其实与背离的概念一样 只是有一个决定成败的细节 99%的人都不知道 半神说 一定要找波峰相差较大的连续背离 我们将参数的快线长度设置为13 慢线长度设置成34 金叉死叉本系统用不到 可以取消 第二个用到的指标是ATR 在本系统中主要起到了计算止损点位的作用 参数我们设置成13 这就是我们要用到的所有交易工具 整套交易体系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清晰的进场和出场位置 不会让交易者无法辨别进出场的标准 接下来我就结合实例解释一下交易规则 这是比特币美元15分钟级别交易对 首先我们要在零线下方 找到两个或三个波峰相差较大 且连续升高的MACB柱状图三个的最好 我们先看三个波峰的例子 接着我们找到与MACB对应的K线 看K线的低点是否连续降低 如果条件满足 那MACB实心柱转成虚心的第一根柱子 所对应的K线就是我们的入场K线 用入场K线的低点减去对应的ATR数值 就得到了本次交易的止损点位 可以看到ATR的数值为173 如果风险回报比到1比2是我们的收益目标 那这单已经超额完成任务 空单同样需要满足这些条件 首先要在零线上方找到三个 波峰相差较大且连续降低的MACB柱状图 再看与MACB对应的K线高点是否连续抬高 如果条件满足 那MACB实心柱转序心柱所对应的K线就是我们的入场K线 用入场K线的高点加上ATR的数值得到我们的止损位置 止盈也可以选择在风险回报比11比1 1比2甚至更高的位置分批获利 哪种止盈方式最适合你 后面的测试数据会给出答案 大家可以自行斟酌 可以看到这笔交易很快就完成了目标 我们再找一组零线下方 两个波峰相差较大 且连续降低的MACB柱状图 然后看与MACB对应的K线低点是否连续降低 条件满足后用入场K线的低点 减去对应的ATR数值得到止损点位 再将风险回报比1比2设置成我们的收益目标 之后等着钱包开始变股就可以了 再看一个做空的例子 先找到零线上方的两个相差悬殊 且波峰连续降低的MACB柱状图 接下来就是找到与MACB对应的K线的高点 是否连续抬高 条件满足之后 用入场K线的高点与对应的ATR数值 相加得到止损点位 将风险回报比1比2作为我们的收益目标 只是这一击却命中了1比8 又多赚了不少 我给这套系统的分数是9分 主要原因是怕分数给多了 半神会骄傲 如果你已经在考虑使用这套交易系统 进行广泛的盘面测试也是有必要的 找到最适合这套系统的交易品种再去参与 这才是对自己钱包负责任的做法 对了 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 整期视频都在说半神半神 有逼圈的老朋友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有知道的下方留个言吧 好了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以免错过更更有利可图的交易系统 我们暂时再见 祝你早安 午安 晚安 拜拜